哪一部分沒有完整 比如說你將來這公式寫完之後 那你希望怎麼樣 這不要讓人家知道說這怎麼寫的 這是我的智慧財產 所以你會發現藍色的部分 通通都是怎麼樣 通通都是不能夠被知道 還有黃色的部分 只有白色的區域是可以去動的 所以變成說整個這個裡面 白色的可以修改 其他的第一個不能改 第二個我希望把公式隱藏起來 怎麼做 接下來教各位去做那個保護工作表 裡面包含隱藏公式 第一個你先把它全選 那你不全選沒關係 我記得這樣也可以 選你要的部分 全選是說整個一起 有的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或者是你選你要的方法 按右鍵儲存個格式裡面 按右鍵儲存個格式裡面 找到最右邊 會有一個什麼 保護有沒有 OK 那這個保護特別注意 如果 它這邊有分兩個 一個是鎖定 鎖定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有打勾的話 它才會保護 如果你沒打勾 它就不保護 那隱藏什麼呢 隱藏公式 如果有打勾 公式就看不到 如果沒打勾 公式 就會看到 就這樣而已 所以我們這邊把 乾脆全部都取消 全部都先打勾 這個範圍全部都鎖定 全部都隱藏 按確定 然後呢 你再到哪裡呢 再到 哪裡 教育月是 教育月裡面 保護工作表 不過好像有個問題 怪怪的 你變成全部保護 那這邊要填的 就變成不能動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先全部保護了 把這個範圍先選起來 按右鍵 先保護 對不對 然後呢 再把不需要保護的 白色區域 按Ctrl鍵 就白色的 這幾塊 按右鍵 再到儲存格式裡面 怎麼樣呢 把這個白色區域 打勾取消 先打勾 先加 再取消 不要的 這樣應該可以理解吧 反正以後你的表單這樣子 OK 按確定 好 然後再來 做完保護設定之後 最後一定要再到教育月裡面 做保護工作表的設定 教育月 保護工作表 是保護工作表 不是保護活躍部 然後把它按下去 然後這個時候 他要問你說 你要不要密碼 當然 一定要密碼 不然他取消掉 又可以了 所以密碼 就直接打一個 但是你一定要 自己要記得 不然的話 以後自己也 沒有辦法 你之前有同學 忘了密碼 問我 我什麼 我什麼會知道 你的密碼是多少 對不對 如果我知道的話 那我連你的提關卡密碼 我都知道了 對不對 所以不可能知道的 所以你要自己先記起來 按確定 好 再一次 好 這樣子 OK了 試試看好了 理論上呢 有不要放這個 你很想知道 這個怎麼寫對不對 按下去 剛剛呢 應該要怎麼樣 要出現 在這裡的 有嗎 沒有了 對不對 裡面有沒有東西 試試看 下拉 點下去 跳出來了 表示這裡面 應該要有公式的 可是呢 怎麼樣 它沒顯示出來 這邊也應該有公式的 它也沒顯示出來 對不對 OK 所以 這還蠻好用的 所以以後你的東西 給人家資金 因為VBA有時候 你弄好了嘛 那你可能要給底下的人 幫你弄一點東西的時候 他會偷看嘛 對不對 他會偷學啊 就把他保 我在職場上 真的也是 滿兩難的 有時候你要把人家交會 但是他交會的 他可能就超過你了 你的薪水可能比他多很多 那老闆可能會想 你們都一樣的作用 那倒不如 對不對 現在我遇到很多 遇到朋友都說 我新來的 做一樣的事情 可是我領的錢 比他多好幾倍 有可能嘛 也很有可能 像我有個朋友在 捐印公司 也是這樣 他說他新來都派遣的 然後他們早一點進去的 哇 薪水是三倍 可是做的事情是一模 這有在錄音 你看到消音 到時候給他卡掉 所以 這 所以這樣 這也沒辦法 所以如果你要為了保護 總要留一手 好 那這 OK 好 我好像當老師不能留一手 這 所以這也是 OK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有沒有就全部自動化了 哇 很順耶 對不對 以後的話你就 一個訂單欄就把它做好了 哇 一個流程做好了對不對 然後按個訂購 按下去 自動呢 幫你把它放到這邊來 然後呢 他又幫你把這個 加一 其他的 清空 試一下 看一下 按下去 有沒有 乾乾淨淨 加一了 感覺還蠻不錯的 所以這一套東西 之前蠻多同學 那個 因為其他地方上課時間比較長 我都會 他請他們上台報告 很多人就把這個東西 轉換到 他們的工作裡面 做了一個類似的這種 他們工作裡面的那個訂單 感覺還蠻不錯的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我剛剛做的重點 再提示一下 第一個 就是把這個範圍 全部保護 再把不要的 不保護的按Ctrl鍵 捲起來 再到這邊 用一個什麼 本來是保護工作表 OK 這樣就保護起來了 其他等一下再來看 如何新增資料 這邊的話 就是單號在加一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